低碳廚房,環保健康,夏日炎炎,大家想不想到有什麼菜式又消暑又環保又好吃的呢? 這個時候,讓我邀請兩位廚師來和大家介紹以下下來的這款菜式吧 你們打算和大家介紹什麼菜式呢? 今天就為大家煮一個涼拌雞絲粉皮 這個就是即食粉皮,開了出來洗一至兩次備用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先教了花生醬汁 少許花生醬 麻油 豉油 一茶匙的糖 還有一茶匙的鹽 還要加少許溫水,令它稀到像醬汁一樣就可以了 另外,這個雞肉就把它放在熱水中浸至熟為止 然後拿出來之後,用手撕開它 變成雞絲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把雞絲鋪在表面 然後刨青瓜下去 為何要用這個刨來刨?為何不用刀? 因為這個刨出來的青瓜絲是會幼身一點的 吃下去口感也會好一點 至於刨青瓜絲的份量,其實就是看自己個人口味決定的 我喜歡吃多一點青瓜 最後將醬汁淋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雞絲粉餅就大功告成了 是時候重溫我們今集的食譜了 記得讚好和like我們的第六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